宝贝什么时候这么奇怪 正好借这个机会 可以去见许家修了 天哪 这么大的快递 许家修买了什么呀 喂 怎么了 许家修 许家修 我需要你的帮忙 焦书 焦书 再焦书 小姐 松开 你 小姐 那我 来 我帮他来拿了 那搬吧 这个都好沉好大 我搬不动手疼 也是 那我找珍妮斯吧 她立即打 我试试 走 你看 你快点 我看不到路 要不然 我们并排走 你没事吧 没事 行 剩下的我自己来吧 你先回去吧 我帮你搬这么多 你不请我喝杯茶吗 喝吧 喝了早点回去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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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的什么呀 床 你买床干什么呀 给易洋洋 他要常住 嗯 他总睡沙发上 对他腰不好 易洋洋这么大一个灯泡 处在这儿 我还怎么下手啊 你这个床买得真特别好 睡眠质量很重要 尤其像洋洋工作那么累 不能睡沙发 是 我就觉得吧 你们是好同学 后来呢 你们成为一起创业的好兄弟 真没想到 你们现在 居然还能升级为东周好室友 不过有 不过有句话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我是不是说多了 你提过什么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徐总 我说什么你不用管 我就是替洋洋高兴 那你乐什么呀 那你乐什么呀 所谓请神容易 这送什么可就不好说了 所以我乐什么你甭管 今天多张床 明天就会多个衣柜 下周又添个跑步机 这久而久之嘛 家里就会越来越热闹了 到时候小红都哄不走 所以洋洋能摆剪套房 我真的替他高兴 你是不是胡说八道 说习惯了 我先回去了 你